明年Neo的Brand不会交付全新产品 没错 说好2024年没有新车的未来 还是提前发力量全面吊炸天的新车 不好意思 实在是没控制住 百万机定位 自研自驾芯片加旧外幅架构 厉害 而这对于未来来说 被质疑了几年的自研技术 也终于拨云见日了 首先总结一下ET9 它就目前果然车当中 唯一把舒适 空间 旗舰定位 还有技术拉满的一台轿车 而这几个评价都指向了一个结果 就是这台车真的很大 看到实质我和大家一样 感觉这个外观并不是非常的惊喜 甚至忍不住会说 这不就是我的大号ET5吗 但是当我站到它边上的时候 你就能发现 这是一台5.32米长 1.62米高的旗舰行政级轿车 是的 起码我是真的没有见过这么高的轿车 但你远看的时候 也不会觉得它不是轿车 只觉得比例还挺合适的 大了之后气场也不错 为了匹配1.62米的车高 ET9用了一个23寸的大大大轮毂 正常大家上能看到用这个尺寸轮毂的车 大概就是劳斯莱斯这种咖味的了 所以买ET9 四射无路就是买闪铃啦 5.32米的长度给出了超大的内部空间 可以说从来没有过一台电动轿车 做到过这么夸张的尺寸 而且因为没有发动机的存在 ET9很明显要比同样5.3米级别的 燃油车空间大太多了 那些车常见的特征是通过把车头坐长 来体现豪华感 但是ET9没有选择这种方式 而更干脆的把整个造型做大 比例做对 一些体现高级感和尊重感的细节 就通过灯来点缀 比如这个侧面的光弹配合电动门 比如这个MicroLED的像素大灯 哦这里可以插一嘴 我期待的MicroLED显示技术终于在ET9上第一次上车了 这是一个既可以当屏幕用又可以当灯用的技术 因为它的上限真的非常恐怖 以后有机会可以再展开聊一下 不过从整体造型来看 我感觉那种百万级的尊重感好像还差点意思 但是ET9有技术啊 ET9作为一台轿车 它标准离地建设有200毫米 口条范围是150毫米到240毫米 而常见的轿车一般在150毫米左右 所以这里需求也非常清晰 就是为了让悬架有更大的行程来吸收震动 让乘坐变得更舒服 所谓未来就在ET9上首发了一套全新的主动悬化系统 天形底盘 这套底盘的特点就是通过液压来控制每个轮子独立的高度 而且控制的延迟低到只有一毫秒 超低的延迟配合超怪的响应速度 就能实现对路面一切震动都主动适应 我知道你们想问什么 没错 ET9配合这套悬架是可以跳舞的 但是未来不行 另外据说这个悬挂可以当你在车里看电影的时候 提供一些晃动震动的效果 不过不是你想的那个 底盘其他方面 ET9用上了8.3度的后轮转向和线控转向 也就是说方向盘只是一个遥控器去控的车轮了 空间占用更小 甚至可以在你休息或者用自驾的时候 把它给收回去 然后舒服的一躺 然后醒来发现我怎么还在车外 对 因为这台车是2025年初才交付的 还好我买不起啊 省得我等了 桌舱里面的话 这次未来还是继承了自己的设计风格 但元素上完全不一样 用极简单的又有高级感的设计来呈现尊贵感 四个座位都配备了头枕的主动降噪系统 没错 这也是为了舒适 四座的布局配上独立座椅 后排专门设计了可以躺下的姿势 还有可以看电视的小屏幕 中间还有一个小屏箱 OK 要素齐全 可以认识为老板快乐车 那前排的设计和之前都不一样了 屏幕上去掉了仪表 改成了HUD加中控横屏 加贯穿式的Skyline氛围屏 我叫它氛围屏是因为 它跟别的屏幕不一样 它不能看视频 也不能做中控屏能做的事 而是会用更高级的方式 同时起到装饰和交互的作用 而且为了达到更好的装饰效果呢 未来还是丧心病狂地给它上了 90Hz的刷新率 还有10bit的色深 还有AMOLED的材质 显示效果肯定是拉满的 不过不知道中控屏 有没有这个配置和待遇了 所以这些看下来你会发现 所有一切的堆料 都是为了舒适 氛围感 还有旗舰的定位 但是旗舰定位的背后 还是多少要讲一下技术的 未来从ET9开始 就切换到了全新的数字平台 包括自家的感知 还有计算 座舱 预控 还有换电 那大家最关心的换电 有一堆好游戏 还有一个小小的坏消息 好一些是电池包的规格 全面提升 厚度也更薄 坏消息是只薄了一厘米 也不知道几年之后的 新ET5底盘厚度控制得怎么样 但是ET9有这个车高 肯定是不用担心的了 另外ET9用上了 全域900伏的平台 你没有听错 是比800伏更高的900伏 也就是从电池 电机 甚至到空调 都上了900伏 带来好处 肯定就是 更低的传输损耗 发热 更细更轻的线数 更低的电耗 ET9上还会首发 新款100度的电池包 这次未来连电芯都有字眼了 能量密度来到了 292瓦时每千克 充电倍率5C 峰值充电功率能够达到600千瓦 电流能够去到772L 这几个参数不说遥遥领先 也得是顶尖水平了吧 但是无所谓 换电等下20C的补能效率 依然掉打一切 并且新的电池规格 会进入三代站进行流通 按照现在差不多 1000座的三代站来看 2025年交付的时候 怎么也都有1500座三代站了吧 换电体验 可以得到还不错的保证 不过当然 因为尺寸和电压的变化 这道电池包肯定和一二代的车 是不兼容的了 但是技术进步嘛 总要有所取舍的 电机也给上了900V平台 第四代的电机 前180千瓦感应电机 后340千瓦永思电机 520千瓦的总功率 不用想 加速肯定是够用的 最后关于智能驾驶 这次未来真的可以站起来了 ET19用上了新的智能驾驶计算平台 ADAM2.0 在里面放了两颗自研的自家新品 和一颗8295 你没听错 就是用来替代ORIN的那个自研芯片 未来成了特斯拉之后 第二家自研自家芯片的车企 而且5nm的制程 几乎追上了消费机处理器的阶段 我知道未来一直在憋大招 但是真的没有想到憋了这么大的一个招 感知组合上也升级了ACURA 2.0的平台 顶上还是三个脚 但是多了两个侧向的激光雷达 用于城市拥堵狭窄载路况的精确感知 大家知道 超近距离下 摄像头还是会有一些盲趣的 多摄像头之间视差也不会360度的覆盖 所以水平120度 垂直70度的感知范围 在10厘米的距离下 还是能起到不错的感知作用的 这个距离可以说 很多老司机都不能把车距控制到这么近了 所以这个参数还是非常夸张的 OK总的来说 按照未来的风格 技术平台不会只有ET9独享呢 除了座椅还有舒适性的配置之外 几年之后 下一代的ET5、ES6 全系都会切换到这套新的GF 和新的智能平台上 而ET9仅仅只是告诉你 未来的技术储备到底有多深 自研的实力到底有多少 还有品牌的定位有多高 好了 这期视频就聊到这里 后面如果大家想看更多的兴趣的话 可以看我们的微博 如果你恰好实力雄厚 想买ET9的话 记得填我的邀请嘛 这里是四十号秋库 我是一松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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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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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